来一场台北城的时空小旅行 面向车水马龙的中华路一段 难以想象这繁华的区域 其实百年前处在台北城的城墙之外 这次导览小旅行的漫游起点 就从助力的城墙的城墙 建立在中华路一段 与汉口街一段转角处的城墙纪念碑开始 城墙的重要性 从百年前即坐落在台湾巡抚衙门后方可见一斑 守护台北城的城墙爷 跟当时台北城内的文庙、武庙和台北庙宇 仅于纪念碑于原址 唯独台北府县城墙庙在遗址之后 成为了现今静静坐落于武昌街一段上的台湾省城隍庙 其城隍爷威林公仍与当年台北城内的历史建筑们持续陪伴着台北市前进 台湾省城隍庙自1881年筹建以来 历经了拆除再建立的过程 不过城隍庙始终位于台北城内 是人民仰赖的重要信仰 签址后城隍庙不只位于政府机关所在的黄金地段 也与临近商圈互助互惠共荣共存 五大商圈包括 北门巷街 重庆南路书街 影音街 园林街及城中市场 集结各式各样的南北货 柏来品 每年的10月25日 更是城隍庙与临近商圈一起盛大庆祝光复节 及城隍爷诞辰的日子 若有机会您一定要亲自拜访 感受台北城中的热闹气氛 漫游台北城 徜徉台北的百年时空 接下来请跟着我的脚步走一趟城中 从城隍纪念碑开始 品味街区中的文化与历史之美 立即百年城恩门 时空交汇的入口 离开城隍纪念碑 从早已拆除的城墙 往汉口街一段的方向前行 开始在现代的街道上 找寻过往的历史痕迹 高楼夹道下的延平南路尽头 出现的是诺大的红色城门 它是此处立即超过百年的城恩门 人们通称它为北门 清代开始 存在的城恩门是现在仅存原样的城门 过往是大道城进出城内的主要之门 面北朝向淡水河的城恩门 建城之时因战略考量而具有防御能力 城门上有着对外监视用的二方议员外壁窗洞 属封闭的碉堡式城门 当时的地方官员如果要进入台北府城 可由淡水河一路驶进北门 通往巡抚衙门 布正史斯衙门等官厅 也正是因为巡抚衙门设置于此 现在的延平南路曾被称为府台街 来到这里不得不提及府台街上至今仍然保存良好的府台街洋楼 优美的马萨式屋顶与精致的木造结构 其典雅的气质总引着行人多看几眼 推荐您来到此地走进洋楼里 体会那历经百年的木造香 以及抚摸齐里暗时堆叠出的台湾记忆 保留时代记忆的老邮局与三井仓库 北门周遭的三角地带还有两处经典之作 第一个是位于博爱路上的台北邮局 洗石子与防空色瓷砖外墙 采取的是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折中主义式建筑风格 低调奢华 典雅庄重 该旨历经多代木造临时邮变局的轮转 终于在1930年以耕金水泥大楼的形式重建完工 是当时台湾规模最大的邮政中心 现今二楼另设有邮政博物馆 让民众能一窥台湾的百年邮政史 第二个要为各位介绍的 则是台北邮局斜对角的三井仓库 建筑上的菱形商标是三井集团在台湾少数被完整保存的建物标志 2014年因应西区门户计划 三井仓库东移51公尺后异地重组 整修规划成收录史料与文物的台北记忆仓库 设有长设展与办理各项文化活动 用巴洛克式的浪漫装载古生物的学问 走进城中区 不乏见到富丽堂皇的历史建物 像是位于228公园对面 前身是日本券业银行台北支店 现今则成为国立台湾博物馆古生物馆 土银展示馆 巨大的罗马石造柱整齐地树立在廊道旁 为城市带来不少气派感 而这栋建物自1991年被列为三级古迹之后 即作为文化保留及传承的重要空间 除了留有许多土地改革下的史籍、债券之外 管所里面还能见到当时的银行金库 分享台湾土地改革的过往 如今变身为古生物馆后 更能在诺大的挑高大厅中 见到巨大的恐龙模型与古生物标本 成为假日亲子寓教于乐的好去处 漫步台北新公园 寻找历史的痕迹 典雅气派的古生物馆对面是日治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台北新公园 现今被称为228和平纪念公园 是台湾第一个承袭欧洲风格的近代都市公园 也是1935年举办台湾博览会中的主要会场之一 新公园在被规划为都会行公园之前 除了大片未开发的沼泽地之外 台北大天后宫也曾助力于此 台北大天后宫是清代官方祭祀的庙宇之一 1888年由巡抚流明船下令兴建 至1913年因市政街改正等原因被日本政府拆除 如今拆除的庙宇还有些许的石造结构被遗留下来 原址为现今国立台湾博物馆的位置 228和平纪念公园的有趣之处 在于可以在这里看见各时代下的产物 像是北侧优雅田径的国立台湾博物馆 兴建之初是为了纪念日治时期的总督 而遇袁太郎及民政长官后腾新平 内部至今仍能见到纪念图像 像是墙上登座的文饰及玻璃圆顶上的花纹 都极为细致美丽 管设现今以自然史为主轴 成为民众认识台湾自然史的重要场域 而东南侧的228纪念馆 前身为台湾广播公司 是228事件初始之时播送资讯的重要平台 此外228公园内还有从日治时期就僻建完成的 露天音乐台、拱桥、造景池塘 以及战后才加入的中国式亭台阁楼 1996年出立于公园中央的228和平纪念碑 皆丰富了这座公园的面貌 在历史的累积中 看见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生命力 来城中当文青 感受音乐咖啡与书香 台北城中区杂柔了历史与现代 复古与潮流 既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又能体验质感生活 走过古迹带给你的浪漫情怀 这里还有文青最爱的书街 重庆南路在全盛时期 有超过百家的书店和出版社 老字号书店收藏了图书近15万种 各有特色 如今虽然因消费习惯与市场改变 书店数量大不如前 但仍有许多出版社与店面继续坚持着 浓浓书香依旧 相信爱书人一定能在这条街上 窝上一整天 不止书香 这里的特色美食也令人流连忘返 近年出现在电影《孤味》中的俄罗斯软堂 就是出自武昌街上的明星咖啡厅 这间超过70年的咖啡厅 是老板剪紧追 在1949年与几位俄罗斯朋友 合资经营开设的 一楼是专门制作俄罗斯面包与西点的明星西点面包厂 二楼则设立明星咖啡馆 贩售减餐与咖啡 咖啡厅不单单只是保留了道地的异国风情 更提供了年轻艺文作家一个舒适的写稿空间 让此地成为了艺文创作者的聚集地 空中的好朋友 陪伴听众的老字号电台 说到与明星咖啡厅同时代的经典 一定得提及位于重庆南路上 陪伴听众走过71载的郑升广播公司 郑升广播自1950年成立以来 挖掘培育出无数歌手与主持人 年年的金钟奖时刻 更可见其内容品质备受肯定 郑升广播以声音记录台湾各项政经发展史 见证台湾由便手之足的农村社会 演变为富强鼎盛的科技社会的历程 此外更肩负起关怀社会的重任 请做公益 走遍全台大大小小的社区 办理银法关怀同乐会 艺文下乡 大型演唱会与剑走活动等 陪伴你的点点滴滴 就是郑升广播电台 时空小旅行漫步至此 我们浅尝依旧留存 改建 或仅留下旧纸碑的时代建物 也感受到城中区 沉稳优雅的氛围 几步路的半日游 就能穿梭在台北城的百日时空中 从北门 台北邮局 赴台街洋楼 到228和平纪念公园周边的博物馆群 在不经意的角落中 发现最令人意外的惊喜 不论是街道的底端 道路的两旁 城中区埋藏许多历史记忆 等着漫步而来的旅人拾起 陪伴着台北城继续走下去